福州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中国戏上汤贤祖在这里出生 临川四孟传唱四百年 徐梦牡丹亭好戏上演 也让这片古老土地戏曲之乡的名字越发耀眼 福州逛一个宜皇县就有十多种身腔和剧种 其中宜皇腔还是京剧里二皇腔的前身 除此以外 广唱梦戏因演唱梦江女的故事而得名 福州采茶戏是民间小调歌舞发展而来 用方言演出 南风跳挪更被誉为是中国舞蹈的活化石 福州的故事就是在戏里书写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四百多年前 汤贤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下的这句话 如今依旧被大家奉为圣言 无数人来到福州就为了亲眼见证 柳梦美与杜丽娘生死梦幻的爱情故事 以戏为美有梦有戏 欢迎来到戏曲之乡福州